修改时间是我们家的问题 我这次来 就是想跟各位长辈 说一下这个事情的情况 也想跟各位长辈说一声 对不起 是这样 小陈 是呀 家里人出了事 也不是你们自己想的 不用说得那么严重 是啊 谁家里不得有点事 没事 是啊 我们家呀 没那个什么订婚的规矩 十一个爸爸 跟我们一说呀 我们俩 就当到镇江来 散散心凑个热闹 我看呀 两家大人在一道吃个饭 就行了 对对对 大家吃个饭啊 你看啊 我跟你叔叔呢 也请了四天的假 你回去以后 问问你妈妈啊 跟她商量一下 我们呢 跟着你们的时间走 你看怎么样啊 对 看她什么时候方便 我母亲 你妈妈不会是不想见我们吧 她妈看不上咱们家 那还订什么婚呢 你们订婚前 双方父母就该见面 我哥哥 嫂子 看两家远 没战系 现在又因为你们家的事 取消了 这于情于理 你父母都该亲自订好饭店 向我们说明道歉 而不是叫你一个人 上门聊事吧 小叔 不是那样的 他们家挺复杂的 谁家没点复杂的事啊 对于亲家 那该有的礼貌不能少 我 等一会儿我单独和你们说 不用了 咱们以后都是一家人 有什么不能当面说的 对不起啊 我母亲不是对你们有意见 是对我有意见 所有的矛盾 都源于我和她 对不起 对不起 爱情 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